这个肥肠干我们平时一般都是炒着吃或者是拿来红烧都会放一点辣椒 但是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川味浓郁的做法 不喜欢吃肥肠的可以不放 这个外申我提前清洗干净了 具体怎么清洗看往期的视频 先下锅给它焯一下水 丢一点姜葱料酒 焯开锅后用瓢锅打去浮沫 再给它煮15分钟的时间 你没有听错是15分钟 彻底的把它的味道还有这些泡泡煮出来 焯水洗净的肥肠给它放入汤锅中 就像一点葱节姜片 干发酵两颗 盖上盖子烧开锅后转小火给它煮半个小时 香料非常的简单 就是这点豌豆 我提前用水泡过12个小时 这个锅的时候煮起的时候 我们没得烘过四点再煮 你们不要跟我说没有开火烘过之类的 下面是用小火煮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熟悉 看着这个书嘛 听听音乐的话也是一种非常幸福的事情 对不对 只是路无尽头 都是路过 什么感受我能带走 眼内可以不流 心碎不能久 爱我能否得自由 当我松开你的手 肥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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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里 肥肥肥肥的下雨 将才煮肥肠的圆汤 下入泡好的弯道 烧开过后用瓢锅把这个油泡泡给它打掉 要不然吃起来闷老扣 您打牌数了钱要怪我 给它调味一瓢锅盐巴 转小火先给它煮起 捞出来这个肥肠把它切成截子 也就是通通 如果切滚刀的话会显得多一点 但是我觉得切通通会好看一点 切好了肥肠放进去跟弯道一起煮 我们要尝一下看这个盐味够不够 盐味还可以就不用额外再调味了 再用最小火给它煮过半个小时 把弯道煮趴就可以啊 这个弯道已经煮来差不多了 煮来变趴变淡了 最后给它调味一点骨鸭酸辣 这个汤色也是非常的漂亮 金黄金黄的 再丢入几根青菜叶子 我用的是弯道颠 青菜叶子可以吸一点油 并且插一个颜色 关火出锅就可以了 最后给它撒上几颗 性感的冲发美味鸡鸳 非常好吃的肥肠豆汤就做好了 这是川味浓郁的一道菜 虽然是寒暄味 但是吃起来也是下饭 喜欢的点赞 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解赞 最后还是我给大家尝一下 看味道种模样 吃点肥肠 肥肠已经比较软了 但是吃起来是比较鲜香的 再喝一点这个豆汤 一锅子就是鲜 就是好吃 这个肥肠豆汤 可以直接拿来煮干饭 这叫肥肠豆汤饭 特别人爱意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就下个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